为秉持海洋生态保育教育的理念 农育局今天在十里沙滩也放救护收容的四只海龟 但有一只状况不好 所以再带回治疗 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 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 建议农育局在考量气候也放最佳草味 今天进行海龟也放作业 农育局并邀请十里国小 中正国小及马公国小 附设幼儿园师生等140人共同参与 一借此对三校学生进行海洋保育类 野生动物教育宣导 我们的繁殖场给它疗伤 给它治疗 这段时间已经健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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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孩子知道 我们平衡对海洋保育的重要 因为我们海洋保育的海洋是我们的无心 我们对这些主人生态 海洋的生态 海洋的保育 还有特种稀有的海洋物品 物产的 我们要保护 这是我们平衡古党来做的 让我们感到英语 感到很严慌的工作 今天有这么多的我们学校 马修 中正 还有幼幼班的学生 来看到保育 放野放海龟 这四只海龟主要是先前因天气条件不佳 搁浅于沙滩 体弱 渔网缠绕等因素所收容的海龟 经热心民众及暗讯人员通报县府 由农育局协助运送 至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救伤收容 但根据研究人员表示 今年澎湖海域发现染西龟的数量增多 可能是天气影响 很奇怪 今年上到澎湖这边的染西龟数量 蛮多的 很奇怪 可是因为在那个菲律宾那个地方 其实他们有染西龟的那个漆地 也有可能是潮流的关系把它带过来 它跟绿西龟有什么不一样 外观看起来就是差异很大 它直接到重量论的部分 它车路论比较多 6片 6片 那绿西龟的话只有4片而已 那中央论的话 中央论的话片数也不一样 绿西龟是5片 1 2 3 4 5 6 6片 农局非常感谢各界民众 海巡署 海洋保育署 及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同仁 为救护海龟以及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 农局后续亦将针对海洋野生动物 及生态保育教育做更多的推广宣导 借此让这5家的生态资源及海洋生物能生殖人心 亦使澎湖能作为海龟永远的后盾 永远的家 记者 陈荣誉报道